三年前的许盛青爱玩 喜欢骑快车兜风 某一天被货车撞成 重度昏迷 严重骨折 在医师也没料到的情况下 奇迹苏醒 许盛青为了贴补家用 去当车床技工 左手四根手指被压断 车祸又让他脚趾缺损 右手也无法自主活动 觉得这人生没用了吧 活着干嘛 什么力量鼓励的 实际他们所说的话 跟朋友的一些话 我觉得人生不一定比较差 父母亲离婚 父亲忙着打零工 许盛青从慈激之工 和朋友的身上感受到温暖 这份力量带他走出人生幽固 我的人生还有人关心我 还有人在乎我 所以我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人生 我盖起来像那个六块鸡 因为一场车祸 人生完全扭转 曾经自卑 现在坦然面对 还会自嘲伤疤 因为别的眼光 让自己人生不一样的话 那我何必在乎别的眼光 让自己努力让别人看 是最重要的 许盛青说 以前没有目标 浑浑噩噩 以后想当室内设计师 梦想之路 才正要开始 大家也希望故意力量学信 彰化报道